歡迎大家收看《樂園歲語》 我們是一班演歌音樂和演藝的朋友 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和音樂相關的資訊 和娛樂給大家 沒錯 特別是古典音樂 而這次我們會介紹一套比較少眾的音樂電影 這套戲沒有什麼名聲 內容是講述如何用音樂去打破各界 嘗試化解仇恨 戲名叫做Crescendo 中文的翻譯叫做交響狂人 聽我的譯名可能會以為像是爆裂鼓手 這類的譯充滿劇力和激情的電影 但其實完全不是 雖然經常說音樂無分各界 但人與人之間身處不同的國家和族群 加上政治無緣之中產生十分 有事真是身不有其言 這套戲其實是一套德國的音樂劇情片 它除了導演和部分演員是德國人 戲中反而用了很多中東地區的人 又或者是一些西亞的臉孔的演員 因為這套戲的故事背景 主要是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國家衝突 而男主角是一位受聘去擔任指揮的德國音樂家 但特別之處就是要組成一個 集兩個國家民族的西亞聯合樂團公開演出 嘗試用音樂去化解仇恨 講到這裡需要讓大家先認識 阿拉伯周邊的西亞國家的宗教和歷史 了解一下為何長期以來他們都有這麼多衝突 大家應該都聽過羅亞方舟這個故事 就是上帝用大洪水消滅人類 剩下羅亞重新開展生活 而他的後代慢慢開支散業 各散東西 成為埃及人 希臘人 加勒人 亞美利亞人和希伯羅人等等 而希伯羅人的後代 阿伯拉罕就立了以色列國 反映出了以色列人 但其實歸宗的話 都是希伯羅人 不過後期因為以色列發生了大饑荒 他們就遷移到埃及 又經過了幾百年之後 人口越來越多 埃及人後來就趕他們做奴隸 一早就做了幾百年 直到摩西帶以色列人去埃及 回到加勒之地 再次建立他們的以色列國 去到所羅門王的時候 整個國家其實已經分成十幾個部落 並且分裂出猶大王國 國物就被稱為猶太人 不過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 也分裂出了 由阿拉伯人建立的巴勒斯坦 他們認為自己的人群 才是受神的祝福 兩派將宗教各自定義 猶太人定立的猶太教 阿拉伯人就定立了伊斯蘭教 雖然都是信奉同一個神 但教義完全不同 之後在歷史中 阿拉伯人受到 歐洲十字軍東征被侵襲 而猶太人往往成為四處漂泊 和被迫害的角色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經過納粹大屠殺後 最終英國公佈以色列在加蘭地區立國 但是阿拉伯人完全不同意 因為世界大戰期間 他們是幫助英國人打生打死的 當時英國承認了會幫他們做獨立 怎料轉過頭就變成了幫以色列立國 你說扭不扭? 雖然英國人說 將以色列部份地區撥給阿拉伯人 但是阿拉伯人完全不同意 更加波及鄰近的埃及 約旦、敘利亞和伊拉克 最終爆發了第一次的中東戰爭 這裡所說的阿拉伯是一個族群 跟沙特阿拉伯這個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沙特阿拉伯是沙特族群的阿拉伯 跟這個所說的阿拉伯人是完全無關的 最後因為英國人的失信 令到這個中東地區就充滿了衝突 時至今日都是不可調和的 現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被關掉成為多個獨立的城鎮 莫說川州過散 就算隔離的城市 都需要過關和嚴格的管控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已經因為戰亂流離失訴 他們一直堅信現在的以色列國 是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 猶太人只是加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 現在竟然被他們成立了國家 令自己的家園落入在別人的手上 所以就特別震怒 之所以說這麼久歷史 是想大家明白這個族群之間的仇恨 已經藉入了很多代人的血脈裏面 已經不可調和了 到今時今日雙方都不作出讓步 所以戲裏面 這位德國來的指揮 想做好這份工作 真是難嘗加難 電影裏面採用了古典音樂作為主題 現在大家都知道古典音樂是源於歐洲的 導演想在這個設定裏面 用歐洲的古典音樂 化解中東民族的矛盾 其實挺意味深長的 特別他還選擇了一個德國人做指揮 將歐洲中最具侵略代表的國家 化身和事佬來化解這個糾紛 那種意味就是不言而語的 整個故事的設定 在這個複雜的政治和民族流統的環境下展開 一開始就已經將這麽惡劣的氣氛帶出來 雖然當大家來到這個音樂廳 來自不同國家的兩個民族 都背負著不同的包袱 最初知道有機會加入一個專業的家鄉樂團 都很開心 有些在面試一陣還大大聲說 我們是來玩音樂 不講政治的 但有些就心事重重 心感壓力 果然在面試期間 就已經開始出現了矛盾 樂團裡面 拉得最好的以色列男生 就不滿意為何 首席的笑題琴那一位 會被巴勒斯坦的女生 而那個女生也知道自己拉得不好 不明白指揮的用意 但其實指揮是想在樂團裡面 除了技術之外 每個人每個崗位都要達到身心靈的平衡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練團的時間竟然玩Canon 原來是要他們透過一個輪咒 將感情疊進追求無懈 當然裡面其實還有很多時候 他們不是練團的 而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透過互相認識 理解大家和化解矛盾 不過戲裡面也很寫實地說到 某些團員始終都是放不下 而無法調和的 不過裡面還有一條支線 正在說兩個國家的一對男女相亂 但其實這是一個禁忌 因為兩個國家都沒有可能會承認他們 最後他們怎樣呢 我們就不在這裡劇透了 而結局我也不劇透了 不過他們有玩到最後一首 拉菲爾的《戰火浮生錄》 都挺貼題 而且情節也很寫實 由這首曲各個樂器堆疊漸進 推進至齊奏激昂漸強 將一直埋藏在心裡的力量 萬眾同心的精神爆發出來 作為結尾 即是真正做到和戲名 Crescendo雙呼應 而在演員方面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玩音樂 但飾演巴勒斯坦的女生 主角看得出是懂得玩笑提琴 整體合起來 效果其實都算不錯 這部電影的導演 是德國籍的猶太人 George Harvey 其實故事是根據1999年的 《真人真事》改範 當年是由音樂家 Dendale Barenbo 以一半以色列人 和一半巴勒斯坦人 組成了西東合奏管研合團 主張兩族和平 導演改範後 在電影中更帶出了 原諒這個信息 沒錯 看回德國戰敗後的 東西德統一 再承認自己世界大戰時的罪行 套入劇中帶出 天下沒有一些不能夠化解到的仇恨 並且強調和平 是你們責務膨大的一幕 雖然這是一個千古的分局 但也希望兩族人 能夠最終化解十人和平共主 這套電影在2020年的作品 其實不是一個很舊的作品 當年在德國的 《茂尼哈》國際影展上 也引來熱烈迴響 所以這次要特意推介給大家 尤其是這些比較小組的電影 如果不說出來 真的未必有人會留意到 對 所以我發覺 《茂尼哈》你也挺喜歡 這些幾靈類的電影 這也叫做《優心度》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大家不要忘記按個讚 在這裡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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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